外送便當丟草皮被抓包 员工挑真問 但主位大哥 丟掉的是熱困冷的便當 修配廠老闆氣炸了 因為工廠旁這塊草皮 今年6月才被屁孩亂丟垃圾 這回更離譜 丟的是整袋好好的13個便當 這人到底是誰 記者哥哥把揮柯南精神 循著車牌找到這間 位在台中坦子的便當店 但沒想到老闆看了監視器也傻眼 立刻質問畫面中的員工 員工坦承畫面中的人就是他 只是問他為何亂丟便當 他卻跳針了 實在太詭異了 老闆也想不透 因為當天有科技公司訂了13個便當 交給這位員工送出後 便當錢也拿回來了 訂購的科技公司也沒打電話告知 沒收到便當 直到記者上門 老闆才知道便當被丟包 員工說不出為何丟便當 被丟包的便當又是從何而來 老闆只好拼命道歉表示會加強訓練 但環保局接獲澄清後將以廢棄物清理法開罰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罰款 地方中心難道是草皮有奇怪魔力 報答